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條影片講的是Phrasal Verbs 對應的其實就是大家如果有上中四五第二期的第八堂 中四五第二期 在第八堂中間由第六版開始 這個是page 6 由第六版開始 我們第八堂的片段其實就沒有講到這個list 我們只是介紹了什麼叫Phrasal Verbs 然後就跳了這個部分 所以這條影片就補回 就是我們去選擇一些常見常用的Phrasal Verbs 其實我們由第八堂到第十堂 都有講到Phrasal Verbs 還有重點是希望大家記住 其實這個list 其實是沒有一個齊全的list 可以告訴你 就算出去買一些教科書 或者一些練習書 都好 其實都不是你會得到一個 叫做一個full list的Phrasal Verbs 你去google 去一些網上資源 其實都會找到很多很多的Phrasal Verbs 但是沒有所謂完整的 因為根本沒有這個所謂完整的概念 因為文字是不斷在變的 無論是英文中文還是什麼文都好 我們廣東話也是 其實你會有不同的潮語 偶爾就會發生 偶爾就會發明出來 所以 英文是一樣的 尤其是Phrasal Verbs Phrasal Verbs 是一些很日常生活 我們之前解釋的時候都解釋過 我們不想用一些很複雜的字 但是我們又想去講一些意思 我們就把一些簡單的字拼在一起 去代表一個複雜的字 上次用的例子就是 look into 取代了investigate 所以 記住這個list 其實我們只是講一些common 我們會看到一些常見常用 即是在考試或者常生活 你都會看到的一些Phrasal Verbs 但是這個不是代表全部 OK 這裡沒有間道的 不代表他們不常用 整個list其實不是很多 不妨你都可以去記一下他們 我highlight了的 其實都只是想告訴大家 我想你去特別去記一下 他們的用法多特別 還有可能是大家少見一點的Phrasal Verbs 都希望給大家去背一下 就可以作文的時候去用 OK 先先我們由B開始 先先我們由B開始 Breakdown 很多同學都認識的 但是我們多數是講機器的Breakdown 即是一些機器上的Breakdown OK 但是這裡想提醒大家的 其實就是 原來他講人都可以Breakdown OK 人都可以Breakdown 可以講他的健康出了問題 OK 又或者是他的心靈健康 即是情緒上Breakdown 都可以 即是突然之間他很不開心 那你都可以用Breakdown 去形容那個人 OK 好了 Break into 是衝進去一個地方 OK 衝進去一個地方 這兩個其實我想一起解釋 OK Break into 就是衝進去一些地方 但是Break out 是否只是解釋 衝出來便Break out OK 那又不是 OK 那當然可以解釋去Escape OK 但是 其實這兩個字是一樣的 我們在第八課其實都學了 就是很多的Phrasal verbs 當它倒轉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一個名詞 OK Break out可以變成Outbreak OK 那Outbreak 我想今年 這一兩年應該這樣說 這一兩年 其實我們應該經常都聽到Outbreak 因為我們正處於一個Outbreak 其實仍然是未解決的一個Outbreak 是嗎? 就是一個COVID-19的Outbreak 是嗎? 就是一個爆發 是嗎? 一個爆發 所以這裡解釋的是開始 但是這個Term是嚴重過一個 就這樣用Begin這個字的 OK 我剛才譯作中文 我會譯作一個爆發 是嗎? Breakthrough 是一個突破 是嗎? 一個突破 現在我們就有很多的Breakthrough 尤其是在講打針 大家不知道打了針未了 可以否敢打這個很創新的Vaccine 是嗎? 真是一個Medical Breakthrough OK 這兩個字 又不用把它倒轉 你把它黏起來 就像我剛才說 Medical Breakthrough 這個又變成一個名詞 如果你用Phrasal verbs 記得把它們劏開 OK Bring Back 除了叫你 記得帶一本書回來 記得帶一本功課給我 這個是按字面解 你還可以帶什麼回來 譬如你記起一些東西 是不是都是Bring Back OK 所以呢 Phrasal verbs 很多的寓意 就是用一個 不是它字面解說的方式去解釋的時候 其實呢 又不是完全跟它字面是不相關的 OK 例如這一個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就這樣解釋的 你就帶回功課給我 bring it back to me tomorrow 是嗎? 帶回給我 明天帶回給我 OK 但是我也都可以說 這一樣東西 bring back my childhood memories OK 見到這個公仔 it brings back my childhood memories 是嗎? OK 見到這個公仔 令到我回憶回童年的事情 是嗎? 這個就是bring back OK 好了 跟著burst into OK burst into 這個呢 我們通常都是跟這兩個字 burst into tears burst into laughter OK 因為呢 burst into 其實就是我們突然之間 去開始做的一件事 通常呢 我們都是在說一些的 這裏就是在說你 由一個很平靜的狀態 OK 但是呢 你可能在看一套恐怖片 哇 突然之間的zombie 跳出來 哇 就嚇到你了 所以你就burst into tears 是嗎? OK 又或者你在看一套笑片 其實本來很悶的 突然之間有個爆笑位 那你就哇 立刻笑了 OK 那就burst into laughter OK 好 B 就到這裏了 我們看一看C 這個開始了 C呢 我們首先是carry這個字 carry on carry out carry on 其實還有很多個變身方式 就是go on keep on 都是繼續的 這個跟其他英文的vocab 其實那個道理一樣的 因為呢 我們在英文字裏面 不是只有一個字去表達一個意思 是嗎? 單是說happy 單是說happy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字 是去表達happy 對不對? OK 那這裏一樣 其實我們說去繼續 那你不一定要說carry on 你可以說go on keep on OK 都可以是繼續 carry out 去實行一些東西 去實行一些東西 catch up 通常都會跟一個人 其實因為你是落後了 所以你想catch up 那幫人 或者那個人 就是catch up with 他 好了 這隻字要留意的 cater for cater for 中文也是解釋照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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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其實這兩個字有少少不同的 照顧呢 我想我們經常都會 小學都會學 look after look after 看他後面 就是照顧他 OK 那你看著他後面 就是你盯緊他 你可以這樣記的 OK 就是你盯緊那個人 或者盯緊那個東西 OK 所以你就是照顧他 OK 但是cater for 都是解釋照顧的 不過這個照顧呢 就是講著某一個特定的群組 不要用群組這個字 組別 OK 例如這裡寫了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我們教育界 其實現在經常講的一個terme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OK 照顧學習差異 OK 照顧學習差異 這個就是講的 學習差異就是不同的群組來的 對不對 又講群組 真是不好意思 組別 OK 不同的組別來的 那 譬如 有些人會學得慢些 有些人學得快些 有些人是用過聽 來去聽聲音 來去學習 有些就是要 好像我去背一首詩 以前小時候背墨真的痛苦 OK 我又要抄 又要讀出來 讀出來是讓自己聽到 自己又會看到 然後抄就是一個動作去做一個記憶 OK 這些就叫做學習差異 就是每個人去學習的方法都有點不同 這個就用cater for 我們就不用look after OK 行不行 那你說 是不是每一次都在講學習差異 這些政策上的東西 才可以講cater for 都不是的 例如 你可以說 我想照顧不同人的喜好 OK 這樣都可以用cater for 例如說 我要搞一個party 想想要買什麼食物呢 我要cater for 幾多種不同的preference 你也可以用cater這個字 OK come across 是你撞到一些東西 不一定是一個人的 可以是一個地方 可以是一樣東西 全部都可以 總之你come across 就是去遇到一些東西 好 come around 就是 暈了 然後醒了 OK 暈了 然後醒了 OK 不是睡著了 你早上起床 come around 不是 一定是說你暈了 好像前幾天 就說有個人打針 接著一打完針 就馬上暈了 是吧 他醒了之後 就come around 但是 come around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常用一點的意思 就是去visit OK 這個比起 說暈了醒了 其實常用得多 come up with 這幾個字加起來 挺有趣的 OK 和come 就是過來 完全沒有什麼關係 come up with 通常都是說一些東西 OK 通常都是說一些東西 就是你去想一些東西出來 OK 去想一些東西出來 不是叫你去創作 OK 不是叫你去創作 例如 你說去哪裡吃東西好 OK Where should we eat OK Can you come up with some places OK 你可以去 不是叫你創作一些地方出來 是叫你suggest一些地方 是嗎 想去哪裡吃 麻煩你 OK 那就come up with 好了 接著到d的list OK 第一個是do away with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很鮑易的一個詞 反而應該是說是很貶易的 這兩個phraseover 基本上一樣 do away with get rid of 都是解釋 就是你不想要的東西 你想弄走它 不只是throw away那麼簡單 OK 只是說你去掉了一些東西 那個動作 其實do away with 就是get rid of 是有一個想法 我想去刷除它 刷除它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字就不是這麼正面 尤其是如果你說do away with 一個人 或者get rid of 一個人 很多時候 其實你都是說 不如你去做低它 你怎樣去弄走一個人 是嗎 如果它還在地球那裡 你弄不走它 你弄走一個人 即是說你要它在地球上消失 是嗎 即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就不太好 這個字 好了 接著dose off 我想上我的課 都經常dose off 同學仔 是嗎 因為上英文很悶的 OK 睡著了覺 這個不是說你說 晚上好舒服 睡在床上 睡覺 不是的 是你坐坐車 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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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一課睡著了 就是dose off的 OK drifted apart drifted 就有個ed 記住ted 就是讀ted 的 drifted apart 又或者這裏 就是現在式 drift apart drift apart 現在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特定的用法 就是講著兩個朋友 其實不用講個友誼這個字在裏面的了 其實已經包含了友誼這個字在裏面的了 drift apart OK 那講的是什麼呢 不是講你變成friend了 反而相反 就是講你沒有這麼friend OK 那麼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以前小時候認識的一些朋友 慢慢慢慢呢 they drifted apart OK they drifted apart apart有一個分開的意思 很多 和apart有關的 phrasal verbs 其實都有分開的意思 待會我們都會看多幾個 OK 那麼這個呢 就是講說 他疏離了 那麼可能因為大家讀不同學校 跟著背景 就是成長的背景開始有少少不同 OK 所以大家就drifted apart 這樣的意思 好了 下一版 剛剛講完我們還有很多apart的字 是吧 那麼又來馬上有一個 就是fall apart OK fall apart 剛剛drifted apart 就是慢慢分開了 如果一件事fall apart 就馬上爛爛了 OK break into pieces OK 你跌爛了玻璃杯 那就fall apart OK 那麼這個呢 也可以做一個比喻 就是說 如果你說things fall apart OK things fall apart OK 很多事情跌到碎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就是說呢 你人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又或者現在社會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那 有疫情 又很多其他的事情發生著 似乎香港就真的好像fall apart 那樣 就是呢 很多事情不好 導致到這個地方或者這個人呢 就好像碎片那樣碎了 那就是代表呢 就是他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就解決不了 這樣 OK Fall behind OK 我們呢 在教育界也是經常用的一個 term OK 因為拿來去講小朋友 就是 究竟你跟不跟得到進度 如果你跟不到進度 即是你fall behind 那剛才剛剛學過呢 就是他的延伸 那你fall behind 了之後 你就要怎樣呢 你就要 catch up OK 所以呢 所以呢 都有一些我們可以連住來記的 一些的 phrasal verbs 都幾好的 OK 好啦 fall out fall out OK 那我們多數都會是跟 with 一個人的 OK 因為呢 我們呢 就是去吵架 OK fall out with 一個人 那就是去跟他吵架 OK Fat up 也是跟 with 一個人的 with somebody OK Fat up 也是 with somebody 如果你fat up with 那個人 即是說 你看到他都覺得煩的 OK 總之 見到他 跟他講話都不想的 好悶啊 這個人 總之他令到我覺得 好不開心 其實那就是fat up OK 到g了 OK get along with 就剛剛跟fat up with 倒轉了 其實get along with 我們都是用一個人 在後面 OK 就說的是 我們跟那個人 是可以交到朋友的 OK 跟他呢 聊得幾好的 我們就會用get along with OK 好了 剛才呢 我們 學了 do away with 又或者是 get rid of OK 那這裡呢 有一個get away with 那是不是跟剛才那兩個一樣 不是喔 這個呢 我們又要 打回個 打回個 remark OK 這個不等於的 OK 不等於do away with OK do呢 是去做 你自己去做的 OK get away呢 就是你做錯了一些東西 然後你想get away 是吧 你想get away 這個是一個離開的意思 是吧 這個是一個離開的意思 那你就不是想弄走別人 你是想變走自己 OK 那就是get away with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後面 就一定是說一些 punishment OK 一定是說一些 懲罰 那就是因為你做錯了一些東西 那就是要罰的 誰不知呢 被你走掉了 不用留堂 OK 那你就get away with detention 所以後面這裡 這個位置 我們多數都是說一些懲罰的 OK 好了 接著get back to 這個 如果你打去一些熱線電話 其實 如果你聽英文版本的話 你都會經常聽到那個錄音 是這樣說的 即是現在線路繁忙 那些職員會盡快去get back to you 是不是 get back to you 那就是 再轉頭跟你說話 OK 再轉頭找回來 就是get back to OK 後面 繼續都是g OK give 都有兩個 OK 這兩個 我想大家都懂得 give up 這個就是很常聽到的 give up 放棄 但是 想從這個 回到 give in OK give in 好了 如果你give up了一件事 你就去放棄了那件事 什麼意思呢 你去不放棄它 去抱著它 原來不是 好了 give in 原來有一個投降的意思 OK 原來有一個投降的意思 是不是一定要打架 這樣 就是兩個人在拳打腳踢 然後 我不行了 我投降 一定是這樣的 也不是 的 如果有一些事 你很不願意去做 OK 如果有一些事 你很不願意去做 但是最後 最後 你都give in 最後你都give in 老闆叫你去做 OK 譬如說現在 不僅止香港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要只怪香港 OK 很多僱主 都要求僱員去打針 OK 不打針你就不要上班了 OK 那 這個 大家會不會為了這個工作 而give in 是嗎 就是去投降 OK 就是去信老闆的意思 OK 這個就是所謂give in OK go after 就是追著一件事 或者追著一個人 這個很容易 go against 這個字 為什麼我都降低 其實就是特地去想說 against 這個字 against 是一個preposition 記住 這個字解釋對抗 這個字解釋對抗 但是 就這樣against 是不能夠 就這樣說 I against you OK 我對抗你 這樣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動作 你可以用go 如果不是phrasal verbs的想法 你就可以用I am You are OK 都可以用against這個字 OK go for 一件事 就是去做 去做 所以 如果你說我有一個興趣 或者一個夢想 我會鼓勵你go for it OK go for it 很簡單 就是去做 有夢想你就去做 這樣 go over OK 這個呢 我們跟走路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個go over OK go over的意思 是去 我想你經常都會聽到 老師說這個term OK 尤其是派測驗卷 OK 的時候 老師派完之後 OK let's go over the paper OK 就是去 這裡是講examen examen 去查一下它 OK 查證一下 查驗一下 OK 好一點的可能是study review OK 就是說 我們去詳細看一下它 OK 我派一份卷給你 這麼低分的 或者這麼高分的 其實都不只是看分數 是吧 我們想從那份卷裡面 學一下東西 是吧 所以 我們要go over那份卷 就不只是看分數 好 到H 好了 hand有三個 OK 其實還有hand back 這個很簡單 我們主要看這三個 原來hand 很多東西玩 好了 hand down hand in hand over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一個 一些phrase over verbs 來的 原來hand down 是講徒弟師傅的關係 師傅hand down一些東西給你 OK 不是傳授 不是送一些什麼 鎮店之寶那些給你 OK 是傳授一些技能給你 是吧 師傅教你整車 hand down一些的 這些mechanic skills給你 是吧 那就是hand down hand in 這個你都經常聽到老師說的 交功課 麻煩你 hand in your assignment 是吧 就是去交出一些東西 而hand over 這兩個都好像是去交出一些東西 但是hand in 其實就是你將一份東西 交給另外一個人 OK 那就是hand in 但是hand over 就是講一些權力來的 所以為什麼這裡多了一個 give control OK give control OK 而hand in 就沒有的 OK hand in 這裡講的就是 我將一些東西hand over 那些東西一定是一些權力來的 OK 我將這間公司hand over 賣給你 OK 那就是我將這間公司 可能賣給你 或者是 現在很流行轉CEO 那些 其實有些大公司是沒有一個特別的老闆的 是吧 只有一些董事會 是吧 就委任一個CEO 那 CEO就是最 都叫做最有權力的人 那 要轉 要轉人 那把權力 hand over 給下一手 這樣的意思 OK 好了 下一版 OK 去到K 去到K 那你見到 很多都是跟keep有關的 那我們去看看keep up with OK 剛才我們講進度 OK 有幾個term 我們都學了 OK 首先由catch up 跟著就是 為什麼你要catch up 因為你fall behind OK 如果你不用fall behind 你就不用catch up 但是呢 你都要努力去keep up 是吧 所以 原來不同的動詞 OK 都是用up 這個 原來都有不同的意思 OK catch up 就是你已經落後了 你要catch上來了 但是keep 就是你一直保持著這個水平 OK 那就跟其他人的水平一樣 這樣的意思 OK knock down 有兩個意思 如果你是說一個大廈 被knock down 整個大廈是沒有了的 OK 如果你knock down一個人 如果你knock down一個人 如果你knock down一個人 就是說 你說 你可能在駕駛單車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你撞低了一個人 或者你跑跑下步 OK 不小心撞低了一個人 都是knock down的 OK 好了 let down呢 就是令到一個人失望 OK let somebody down OK sorry that I let you down 就是令到你覺得很失望 OK 這個呢 我們都經常聽到的 不過呢 就不是很多同學會特意去用 這個其實 挺好的一個 講意見的時候 發表的一個方式 OK 好了 live up to live up to 我們多數是用著這個字在後面 就是一個人的 expectation OK 那譬如 我爸爸對我很高要求的 但是呢 我經常都不可以live up to his expectation OK 很多家長呢 就經常想你考第一的 是吧 不過很可惜 考第一的只有一個 是吧 那我真的live up不到去你的standard 如果你不用 expectation 你可能會用這個字 standard OK 你可不可以保持 就是 去到 有一個人要求的水平 就是live up to OK long for 這個要很留意的 就是這個long 是一個動詞來的 所以我特意highlight這個 OK long for 是你很渴望 很想要的東西 OK something I long for OK 就是說 這件事想要了很久 這個新iPhone 哇 真的 I long for it OK 我很期待要這個新iPhone OK 好了 繼續都是L OK 去到Look OK Look都有很多 我們看幾個 OK Look Beyond OK Look Beyond Beyond 其實是有over的意思 是吧 有一個超越的意思 OK 想提一個 你可以叫別人看遠一點 OK 就是Look Beyond OK 看遠一點 有一個什麼寓意呢 想大家去記住 就是 當你說說 你要去 我們經常 有一個term 叫做 think out of the box 是吧 OK 我們有這個term 的嘛 把他轉了一隻色 先 OK 我們有這個 term 是吧 think out of the box OK 即是 不要給自己一個框框框 OK 我們要去多元去思考 要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是吧 經常都聽到別人說這些東西 OK 即是叫你去 look beyond OK 即是叫你去 look beyond OK 即是說 你要去看遠一點 自然你就會想像得多些 OK Look Down On 多數都是跟著一個人的 其實你是看不起那個人 那你就會用 Look Down On 那個人或者那幫人 Look Forward To 為什麼都要說呢 OK 我們經常都看見的 就是因為 太多錯了 OK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OK 又或者是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是吧 OK 這個to 是Preposition 是吧 又或者是 我們看大百科學 那個叫做 Particles 是吧 OK 所以 後面不是跟to Infinitive 總之它不是一個toInfinitive OK 簡單來說 所以 就是後面一定是用ing 或者名詞 就是這樣 好了 Look Up 繼續都是Look OK Look Up 有個to和沒有to 差很遠 其實Look Up 後面 就是 我們是Look Up一個Word OK 講的是 你要查一下那個字 通常都是講Dictionary OK 因為你查一個字 在哪裡查呢 就是Google Google Google也是一個字典 所以都是Look Up一個Dictionary OK 但是Look Up To 就是跟著一個人 OK Look Up To 就是跟著一個人 講的是 如果Look Up To 那個人 即是說你很仰慕他 你很尊敬他 他是你的偶像 OK 好了 到M了 OK Make 也是一個大群組 OK 一個很常見的動詞 有這個Phrasal verbs OK 我們看幾個常見的 OK 好 Make Out OK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去明白一件事 OK If you make something out OK 即是說我終於解得通、解得明 那就是Make Out OK 好了 跟著Make Over Make Over 就是去改變一件事 OK OK 這裡的英文就說 To change something to make it look different OK 所以好像就是去 將一件事改頭換面 這樣的意思 OK 好了 Make Up 都有一個改頭換面的意思 OK 但你要留意 OK Make Up 如果解化妝 OK 就不是一個Phrasal verbs OK 那就兩個字黏著用 你很多時候都會看到有一個hyphen 如果說化妝 OK 所以這個有一點點分別 那Make Up 如果是Phrasal verbs 最常用就是這個 OK I just make it up OK I just make it up 這個意思就是我作出來 OK 作一下 那就是用Make Up 但如果有一個for 多數都是跟著一個人 Somebody 那就是去作出一些補償 OK I make it up for you OK I make it up for you 這個不只是說錢 不要經常只想錢 OK OK 賠償有很多東西 可能請你吃一頓飯 也是賠償 今次沒有空陪你 下次賠回你 都是一個Make Up 都是一個補償 所以不要只想錢 OK 好了 那最後呢 Pick On 這一版最後 OK Pick On 又是 很多時候都是用後面一個人的 OK 那就是 說你Bully他 OK 有一幫人 Pick On Somebody 或者Pick On那個人 就是說 他們特意去弄鬼他 就是去Bully他 這個意思就是去欺凌 OK 好了 差不多完了 去到P了 OK 好了 Play OK Play也有很多 這裡有兩個給大家看 一個是Down 一個是Up OK 好了 可以介紹這個 其實 Play Down Play Up OK 其實就是 將一些東西怎樣 OK 如果你Play Down 它 那就是令到它 變得沒有那麼重要 那倒回來 如果有些東西 你想令到它看起來很重要 那你就Play Up它 Play 有一個玩的意思 是嗎 所以這裡 都是就是說 我們 究竟這東西 是不是本身重要呢 其實 這個不是重點 OK 如果你用Play Up 或者是Play Down 其實都是 總之 我 這東西 未必 是不重要 或者未必是很重要 但是我將它 令到它看起來 OK 好像很 The other way around 這樣 那就是用Play這個字 因為Play 是一個玩的意思 所以 就是一個 令到人看起來 覺得是怎樣的意思 OK 好啦 Pull Down Pull Down 就完全是去摧毀一件事 那我們就用Pull Down OK Put Off OK Put Off 一件事呢 就是去延遲 去Delay它 OK 這裡特別想說的 就是要小心 很多同學會撈亂了這兩個 Put Off 和Put Out OK 如果你Put Something Off 就是 我現在做不到 I have to Put It Off OK 就是我要去延遲它 OK 但是如果是Put Out 其實就是有火燭 OK 有火燭 那消防員呢 就Put Out了火燭 OK 不一定是火燭 總之有些火頭 OK 那我們去撲遮它 那也是Put Out OK 最後Put Out With 就是跟著一個人的 OK 你一定是說Put Up With 那個忍 就是去忍它 OK 去忍它 剛才我們學了Fat Up With 是嗎 OK 那就是你已經覺得很Fat Up With 不過呢 你都還Put Up With OK 那你就用了兩個Phasal Verbs 即是說 我對它很厭 OK 根本不想再見到它 不過我還是忍著它 OK OK 是這樣的意思了 好了 Rip Off OK Rip Off 這裡解釋偷你東西 最常用的就是這個 怎樣去明刀明槍地偷你東西 就是搶東西 如果你說我被人Rip Off 或者被一間店鋪 Rip Off 即是說他們割到你一頸血 就是這樣解釋的意思 OK 即是說 他可能將這些Product Mark Up OK 將它就是 charge到很貴 來賣給你 那就是Rip Off OK 好了 Run Out Of OK 這個呢 教大家一個 現在很常聽到的一個Terms 就是Run Out Of Juice OK 那什麼會Run Out Of Juice的呢 就是 My Phone OK My Phone is Running Out Of Juice 什麼意思呢 OK 就是這個Juice當然不是說果汁啦 當然是說你的電 OK 最簡單的 Running Out Of Battery 都是解釋的就是沒有電 OK 總之Run Out Of 就是不是沒有了 不過就來沒有了 OK 但是呢 現在很多的比喻法呢 好可愛的 比喻電池 用Juice這個字 去比喻電池 OK Run Over 跟剛才Knock Down 一樣的 OK 都是你撞到一些人 撞低了它 那我們都可以用這兩個Terms 好啦 好啦 跟著 OK Run Through Run Through 剛才呢 我們看過Go Over OK 其實Go Through 都是一樣的 OK 跟Run Through OK 都是呢 就是去看一些東西 OK 去 我們去 看一下那個Paper 好像剛才這樣說 是吧 其實我們去Go Over 就是去看一看那個Paper 但是Go和Run呢 當然誰看得快一點 當然是Run 其實就是這樣的分別 好啦 Rush In Rush In 字面解呢 就是你衝進去一個地方 是吧 或者你衝進去一個一個 一個 就是你 插進去一個 一個 隊 你都是Rush In OK 但是 如果是說 心理上我們去Rush In 又或者你行為上我們去Rush In 就是我們去作出一些魯莽的決定 OK 魯莽的決定 那就是Rush In OK 好了 Set OK S字的東西 S字的東西其實是很多的 因為你塗字典的話 S字頭的字就是最厚的 那一部分 是吧 所以Phrasal Verbs是一樣的 其實很多Phrasal Verbs都是由S字頭開始 其實我們這裏都是看少許 OK Set Off OK 出發 很簡單的 這個 去開始一個Journey OK Set Out 兩個一樣 OK 都是去開始一個Journey OK 就是出發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就是你安定下來 去到一個地方 通常老師入到課室 就不是Calm Down 就會用這個字 Settle Down OK 兩個字有一點點分別的 Calm Down 是叫你冷靜 Settle Down 是叫你安頓好下來 所以有一點點分別 Show Up 是出現 OK Show Up 是出現 就是 你說我約了你 你什麼時候Show Up 就出現 OK 好了 Sort Out 這個都很常用的 OK 那就是把一些東西去排好次序 Sort Something Out OK Sort Something Out 又或者 最常見的情況 OK 最常見的用法 日常生活的 就是Sort It Out OK Sort It Out 就是有什麼事呢 有這個問題 喂 幫不了你 You have to sort it out yourself OK 你要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OK Split Up 是分贓 OK 你有一堆東西 你把它Split Up OK 就是你把它分掉 可能四個人要分掉這個拆裝 你把它Split Up OK 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Stand Up For 和Stand Up To OK 有分別 Stand Up For 是一定說 你自己的 或者 或者有某些人 OK 你自己的一些理念 OK 你就Stand Up For 你自己的一些信念 OK 又或者你Stand Up For 一個人 OK 就是你見到那個人 被人Bully 都很厲害 那你就出聲 喂 好了 收手了 OK 那你就Stand Up For 他 那Stand Up To 就是這樣的 Oppost Something Bravely OK 那 所以你就Stand Up For 被Bully 那個人 OK 譬如說 Sam被Bully 那你就Stand Up For Sam OK 但你Stand Up To 就是那些Bully OK 明不明有分別 所以 For和To 有分別 Stand Up To 就是你去對抗一些東西 OK 你對抗一些東西 所以你對抗的是那些欺凌者 是吧 而你去Stand Up For 你去為誰而發聲 就是為那些被欺凌 是吧 OK 所以要分清楚 好了 應該是最後了 希望 好了 還有一個Stan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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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是動詞 要留意 Stand Up 都可以是動詞 這個是說 你很生氣的去離開 OK 例如你在開會 但是大家意見不合 大家吵架 所以大家就很生氣的 Stand Up 就是用這個 OK 好了 剛才我們學了 Set Off 現在這裡學 Take Off 兩個都是出發 是吧 不過其實都不同 Take Off 是說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動作 就是飛機起飛 OK 而Set Off 就是說去出發 OK 所以兩者都有點不同 OK 好了 Take Off 剛才我們學了 Hand Over OK 好了 Hand Over 是你雙手 按字面解釋 你也解釋得到 是吧 用對手 即是你把權力 你自己奉 雙手 怎麼說呢 中文 不懂就算了 總之你自己交出來 Take Off 就是你去拿的 是吧 你去拿一些的控制權 OK 所以就是 人稱有少少分別 OK Tier Up Tier 如果它是名詞 就是講眼淚 但如果這裡是用作動詞 OK 其實Tier 名詞和動詞有幾大的分別 這個是眼淚 是吧 但現在不是在說名詞 OK 現在在說動詞 這樣的話 是解釋去撕爛一些東西 OK 撕爛一些東西 所以 Tier Up 跟Tier Down 其實意思都幾相似 都是解釋去Destroy OK 都是解釋去Destroy 好了 OK Think 一件東西 Though 跟Think Over 那個分別就是 講時間 OK Think Through 是希望你用一些時間 你不用講時間的 總之你如果叫人Think It Through 就是說 喂 這麼快你就決定 不如花點時間冷靜一下 那就是Think It Through OK Think Over 就是上面這個 都是叫你去考慮 OK 都是叫你去考慮 但是呢 只是叫你 喂 不如你想真點先 OK 這樣的意思 OK 好了 Throw了 Throw Away 我想這個大家都懂的 OK 只不過呢 我想去把兩個 去有一些連繫 你會發現 就是沒有連繫 是很有趣 OK Away 就是扔了它 扔了一些東西 但是原來 Throw 你也可以扔了一些東西 在你的身體裡面 扔了一些東西出來 那就是 你吃完的東西 不舒服 你吐出來 那就是Throw Up 對吧 Throw Up OK 好了 接著 這個呢 都幾重要的 Tip Off Tip Off OK 這個是說有人去提示給你 給些Hints OK 那 那 例如 就是 如果 你要考試 但是 之前 有個人 Tip Off 你了 可能出卷那個人 你的朋友來的 提一下你水 給你 給幾題 都是Tip Off 的意思 OK 好了 W了 OK W了 應該沒有了 對了 好 最後幾分鐘的時間 OK 好了 Wendered Around OK Wendered Around 那 其實 這個Around 有沒有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解它 油蕩的 OK 有沒有這個Around 都可以解它 油蕩的 OK 但是你搭了Around 其實就 你不需要特意說 它Wender去哪個地方 那就是說 它沒有什麼特別意思 去油蕩 OK 好了 Ware了 Ware Away Ware Off 兩個字 都跟穿戴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OK 但是你又可以這樣想的 即是你將一些東西 一路帶著 OK 你將一些東西一路帶著 那些東西就會慢慢慢慢 會磨損 所以 如果你將一件東西 Ware Off 的話 其實就是你將它 慢慢慢慢的 用到它很殘 很舊 OK 而Ware Away 其實就是 一些 這個是說數量的 OK 這個是說數量的 所以有Lesson Reduce 這樣的意思 就是 你用它一路 一路 Ware Away 就是 越用越少 而Ware Off 就是 好像是說三副鞋襪 你穿這件衣服 十年 你不會越穿越少 的 但是會越穿越殘 對不對 這個就用 Off OK Way Up 是衡量 OK 所以後面 多數都會說 衡量一些 的 想法 衡量一些的意見 這樣 好了 而最後 我想說的 這個字 究竟怎麼讀呢 OK 這個呢 其實很多人都有聽過 不過不知道原來 的串法 是這樣的 首先 它是解釋 RELAX 去輕鬆一下 去什麼DOWN 其實不是讀WIN 是去WIND DOWN OK 去WIND DOWN OK 所以記住 這個字 是一個I的聲音 來的 當它是一個動詞 的時候 OK 當它是一個動詞 好了 這個片段 也有少少長 其實 因為我們一次過 解釋了很多很多 Phrasal verbs 希望大家可以 都把它拆開來看 其實這樣 逐步逐步 今天 你可能看A到C 下一次 可能看D 如此類推 OK 好了 好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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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